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里是北京朝阳区的一处公园 在这里有一位东北大哥 大哥夫妇俩都在北京打工 一个是环卫工人 另一个在饭店打零工 他们两个人每个月的收入正好是八千 出去房租和花销 每个月居然还能存六千 为了给儿子娶媳妇 他们省吃俭用 可是即便这样 三年也攒不够一份结婚彩礼钱 您是哪儿的啊,大哥 我是黑龙江的 黑龙江在这儿打工的 对 哦,也不容易哈 您多大岁数 57了 还可以,岁数不算太大吧 岁数不算太大 都有六十多的 是吧,这么大年龄了还得劳动 用劳动挣钱 你不等我等,俺家孩子还没结婚了 25了 孩子25了,男孩女孩 男孩女孩 男孩还没结婚呢 反正年龄也不大还可以 那需要您给他买房吗 买不起 买不起 在哪儿工作啊,孩子 在海淀 哦,也在北京 那准备将来给他在老家买房 家里房子盖好了 他也不能要了 老家农村的是吧 不能要了,那肯定是不能要了 哦,那现在收入多少 现在是四千五 但是说四千五我也得在这边干 哦,媳妇在这边呢 媳妇在这边 都在这了一下子啊 我将租个房子花了 花一千一一 一千一在哪儿租的 租了一间什么 太别小 太别小 我就住了吧 吃,朋友在那儿吃 就休息一会儿 帮休息一会儿 他五个门吧 住出去就在一个造房 一个卫生间 我来,我说我也不用电 你那个,我也不用造房 你这扣,我不涨钱行吗 他不行 哦 我知道,我在那个公寓的干过 他有旅游表,大铁行的就给你下账 最少的一败 哎哟 您就这一个孩子吗 姑娘出门了 哦,还有个姑娘出门了 那老伴在这儿工作 在饭店里 在饭店 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三千五 哦,您两个到不了一万啊 嗯,做梦 他那个现在管吃管住的都知道 嗯 干的 反正我的这个也是管吃管住的 早上坐车,坐一个小时 嗯 我现在坚持了,这都是五个月了吧 同年的11月25过来的 哦 休息不好 休息不好 人家有的在车上能睡着觉 你看 九点到家 嗯 你再洗洗脚 收拾之后就九点四十 你赶紧睡觉 嗯 休息不好 早上四点多就不到五点就醒了 我这五点就赶紧去吧 对 坐了也睡不着了 坐车得坐一个小时 对 那您这个老两口除了生活费能落多少 六千多块钱 六千多块钱 住房股业 对 住房股业 那指望这个收入那给孩子买房吗 还是给孩子结婚用 给孩子结婚用 您那边结婚彩礼高吗 嗯 不低 不低啊 不低 这给女房多少钱 现在这花花的 嗯 二十万 问的事就不错了 哦 嗯 二十万啊 你看看头二十五年啊 我大一个姐家的那孩子结婚 那时候 他花了二十五万 他那孩子都十几个 是啊 嗯 哦 都花那么多 这还不包括盖房子 不包括 嗯 这不容易啊 您好像攒够这个钱得好多年呢 上海攒的是钱 还要是找一个闹呢吧 反正就少花点 对 要找个勤的那就 那就 就多花点呗是吧 那对那可以 反正有点能力就得帮帮孩子 对 嗯 最后一少要多的话呢 是是是 孩子长大了 时光拉长了幼小的身影 却压弯了父母的尖头 从阳光驱散黎明的黑 到朦胧吞噬晚霞的光 风飘絮雨打平 他都行走在这条辛勤的路上 父亲的汗 母亲的泪 永远是化学分析不了的成分 他如潺潺小溪柔而轻 如微微高山厚而纯 在阴晴圆缺的交替里 始终有一份暖 那是被爱捂热的体温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杰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